不是无情,亦非不幸,只是我们一生中会遇上很多人,真正能停留住族的又有几个,生命之中间荒芜的渡口,连我们自己都是过客,烟花不会让人懂得,它化作的尘埃是怎样的温暖,它宁肯留下一地冰冷的幻象,一地破碎,如果你哀伤,你可以为它悼念,就无法改变它的坚持。 我们最常看到的结果是,终于明白要寻找的那个人是谁时,魂首灯火蓝山处,已空无一人,有些人,他们的心前只能耕中一次,一次之后,宁愿荒芜,后来的人,只能眼睁睁看它荒芜死去。 何必可惜,潘花一线的经验,只要出现一次,已经可以,荒芜的本身就是一种保留,因为静默,你永远不会了解,它蕴藏了怎样深沉如海的情感。 如果我有来生,我还是会一个人孤单一辈子,因为我爱的人不爱我,要过多少年,我们才能将激荡的感情收起,变得坚默从容,告别富于挑逗的美好,告别脆弱的精致,告别无勇的敏感。 不再会遇到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,而是变得茁壮,哪怕被误认为是倔强,原来,需等到风筑成像花已尽,才可以看到最后的风轻月朗,花好月圆。 我们的缺憾是,拥有时不知珍惜,混手时,爱已成灰,人生最可怕的是等待,最值得的也是等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